民進黨團真的不要贏僵還贏位啦 當時在民眾黨他們又有提一個修正動議 不過民眾黨其實從頭到尾 大家看直播已經非常的明顯釐清 民眾黨團是不堅持的 所以民進黨到最後 我們大家也都達成共識 並且也都留下了一張合照 協商完畢之後又在臉書互相的攻擊 我覺得這樣就是變成說 大家已經沒有互信基礎了 那你當初簽這個是什麼意思 人前手牽手人後下毒手 不就好像是這個樣子嗎 新住民權益保障法 既然通過三黨的一個協商共識 我們也都有誠意的希望 能夠給新住民最大的一個保護 就應該照拼照走 民進黨團應該要誠摯的 先跟民眾黨的蔓玉正委員來道歉 如果說能夠道歉 我們今天下午兩點半的協商 才能夠往下走 否則的話其實我們還有蠻多的法案 都還是需要三黨的協商 明天我們也希望各黨都能夠秉於 大家的理念訴求各自表達 並且到最後做成 少數服從多數 多數尊重少數的民主結果